如果你的丈夫出轨一次,对你死心塌地的发誓说,再也不犯,你会相信吗?反正盛佩玉是相信了。 邵寻美第一次出轨的时候,盛佩玉恼怒过后,还是在姐妹的劝说下,展现了当家主母的宽容,送给杨小三一只镯子,并允许她作妾。 可是一腔深情没有换来邵寻美的悔改,她这偷吃的毛病,竟然从名流的闺蜜,转移到家中的女佣人身上,兔子尚且不吃窝边草,这次盛佩玉气得胸口疼,带着子女直接跑到了南京,后半辈子都离邵寻美远远的,坐在开往南京的火车上,身边的子女都熟睡在她的膝上,盛佩玉望着窗外的流井,毛子里划过丝丝的忧伤, 情深异常换来的却是老雁纷飞,就像蓝阴续果,最美好的往往都是初见,大家好,这里是第五情报站,那一年,护上首富盛宣怀病逝,盛佩玉扶着灵鹫将老爷子送回苏州老家,安葬之后,盛佩玉带着家里的小辈,去往景色宜人的杭州散心,在清泰第二旅馆里,盛佩玉瞥见了一直跟在身后的小表弟,他有去可爱的锦, 一见到他就支支吾吾吾说不出话,从脸颊到脖子,红的像是刚抹上了一层胭脂,有一次,他在廊下乘凉,突然听到身旁传来轻微的动静,回眸看, 却见小表弟拿着相机偷偷对着他拍照,盛佩玉扑斥笑出了声,打去他要拍得好看一点,小表弟羞涩地低下头,闷声叫了一声,小表姐,一阵凉风恰时吹过,廊下的花串摇荡起来,温婉大方的小表姐和羞涩拘谨的小表弟,少年慕爱的情谊在彼此的心里酝酿起来,分别之后, 他还是会时常听到这个表弟的事情,听说他给他写了一首情诗,叫偶尔想到的遗忘了的事情,害他被家里的小姐妹笑话了好久,他还听说他和家人闹脾气,执意要把名字改成寻美,初听此事,盛佩玉忍不住耳根都红了起来,诗经有云,佩玉腔腔,寻美且都,他心虎泛起层层涟漪,又忍不住娇撑,他可真是不知羞, 竟然这么明目张胆,就不怕被人知道吗,绍寻美这样张扬行事,家里的长辈都睁一眼闭一眼,小辈之间的情势还是不要插手的好,1923年,绍寻美赴英国留学前,恳请父母替他去盛家求婚,亲上加亲的事情,盛家焉有拒绝的理由,盛佩玉的母亲也余地询问着女儿,直到看着他娇羞地点了点头,绍寻美知道小表姐答应 求娶之后,心里开心极了,恨不得马上能抱得美人归,他想去找表姐说说心里话,却被家人拦住,要他好好准备留学的事宜,不过,盛家的长辈却是通情达理,允许他们分别前拍一张合照作为定情信物,那天,绍寻美偷偷牵起小表姐的手, 真重地说,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待你,盛佩玉笑着掏出一张纸,俏皮地说,你这一走,便是好些年,我需要和你定一个约法三章,你不可另有女人,不可吸烟,不可赌钱,绍寻美开心极了,拉着小表姐的手,情意绵绵地说道, 莫说三个,就是三百个,三千个,我也要应的,年轻人之间的情爱总是浪漫的,像是掺了酒水的一堂,吃多了,醉意便会挂在脸上,盛佩玉学着当时恋爱中的女郎,给自己的情郎织了一件毛衣背心,绍寻美收到衣服之后,雀跃地向身边的好友炫耀,看,这是我未婚妻送给我的,亲手织的呢,分享给身边的好友, 似乎还不够,她回了一首情诗在国内的申报上,名字就叫白戎献马甲,恨不得天下人都知道她和小表姐之前的爱情,她一直谨记小表姐的约法三章,国外求学三年,心心念念就是回家迎娶小表姐,而另一边的盛佩玉也筹备着三年后的婚礼,期待来日嫁给小表弟做少夫人的生活,1927年1月15日,少寻美穿着燕尾服, 牵着一席白色婚纱的圣佩玉,在一片鲜花和祝福声中走进了婚姻的殿堂,在卡尔登大饭店里,他们含情默默注视着对方,说出爱情的誓言,这场堪称世纪婚礼的豪门联姻,更是成为了户上报社的头条新闻,家家户户无不祝福这对郎才女貌的新人, 从婚礼的开场到结束,记者手里捧着的美光灯一直闪烁着,上海话报的封面还刊登了,少寻美和盛佩玉的结婚照,这一场爱情,从开始就收获着万众瞩目,可无奈,却是以潦倒落魄作为落幕, 那个时候的盛佩玉有多甜蜜风光,后来的婚姻就让她有多狼狈不堪,刚结婚那坏,两人自然密里调游,无比恩爱,盛佳虽然是首富,但家风较为拘谨,盛佩玉仅遵大门不出二门不卖的教化,但哪个女儿家不憧憬户上的迷人风情,婚后的少寻美常常带着盛佩玉逛街,为她挑选时髦的衣饰,鼓励她尝试新风格, 带她出门游玩,跃遍美景,吃遍美食,少寻美喜欢社交,但又不愿让小表姐独守空规,便拉着她去参加聚会,以少夫人的名义出席活动,少寻美是一个浪漫的诗人,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创办属于自己的杂志,但是挥霍钱财惯了,回国之后更是拿钱频频救济落魄的同窗好友,因此还得了孟长君的美名, 她开书店,创办出版公司,不计成本的投资,结果导致资金回笼漫,最终宣告破产,盛佩玉不忍丈夫垂头丧气的难过,便主动拿出自己的陪价,帮助她运营公司,打理杂志社事务,而少寻美坦然享受着盛佩玉的付出,继续做一个追求浪漫的富贤诗人, 就连鲁迅都忍不住说道,少公子有富岳家,有阔太太,用陪价钱做文学资本,若少寻美仅是如此,余生好好爱护着小表姐,倒也不算辜负,可她便生出了歪心思,那婚前的约法三章更是一条接一条违背,她钟情上了一个护上名流, 此女名叫向美丽,是一个身材曼妙的洋人,和盛佩玉温婉和善的性子不同,向美丽泼辣大胆,风情撩人,她罔顾少寻美已有妻女的事实,和她在杂志社打得热火朝天,甚至在外偷偷同居,而这件事成了护上名流圈心赵不轩的秘密,独独却没有人告诉盛佩玉,盛佩玉还可怜她一个女人家独自在一国打拼, 常常邀请她到家中做客,因为年纪相仿,更是引为知己相待,她帮向美丽在附近租了一间公寓,请人照顾她的一日三餐,可是她哪里知道,这个热情讨喜的洋人闺蜜,却早就已经勾搭上了自己的丈夫,而这个秘密直到岁末年中,才被一场意外揭穿,因为准备着过年,盛佩玉便让丈夫陪着自己去逛街置办些东西, 邵寻美原本是答应了,可是临到出门时却急说,公司有事,我需要过去一趟,盛佩玉有些失望,但是还是叮嘱丈夫路上小心些,于是便让庸人陪着自己去了,回来的路上,盛佩玉想着向美丽一个人过节难免冷情,便想着送些东西过去, 顺便邀请她来家里团聚,孩子们都很喜欢她,常常问,秘密什么时候过来呀,可是临到向美丽家中,却在她门前看到了熟悉的车子,庸人忍不住惊呼, 这不是少爷的车子吗?盛佩玉脸色沉了沉,想起少寻美早上的神情,她下意识地感到事情不会那么简单,虽然她不愿将人想得不堪,却不料丈夫和闺蜜的形势,比她想象中还要不堪。 她撞门之后,竟看到两人亲密地躺在床榻上供吸鸦片,屋子里烟气缭绕,呛得人喘不过气来,盛佩玉觉得胸口从没有这般疼过,她红着眼,盯着慌乱的少寻美,甚至没有一句质问,狼狈地夺门而出,但布满泪痕的脸,还是出卖了她心里的痛苦与苍凉。 当初婚前的约法三章,像是一纸空谈,一切都变得荒诞可笑,都说家丑不可外扬,但是她蒙在鼓里,早就成了护上名流圈的笑话,盛家的姐妹们忙感到少家安抚伤心的盛佩玉,天下哪有男人不偷心,你原谅她一次便是了,如今时局不稳,盛家也已经散了,你便是现在贸然离婚,又能去哪呢?何况子女年幼, 还不能离开母亲的照顾,盛佩玉看着一边眉眼羞愧,低头认错的少寻美,实在很不下心,如今的她不只是一个妻子,更是孩子的母亲,已婚妇女没有太多任性的资本,她自己选择的丈夫,也只能自食恶果。 她将向美丽换到跟前,强忍心头的醋意,向一个大度的当家竹目,答应她做丈夫的妾室,并送给她一个镯子。 这其实是一种折辱,但向美丽是一个外国人,并不懂这里面的弯弯绕绕,她只晓得,这样就可以和邵寻美明目张胆的亲密相拥。 不过,向美丽也不是空有皮囊的花瓶,在印刷事业上真真是一把好手,在她的运转下,邵寻美的公司资金得以周转,赚得盆满钵满,也正因此,盛佩玉对她有了一些改观,有时聊到有趣的话题,还是会和以前那样亲密地拉着她的手。 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,向美丽是不安于世的女子,她有着外国人的热情奔放,所以不能像盛佩玉那样做一个贤妻良母。 当时她打算写一本《宋氏三姐妹》的著作,经常在外地奔波,她希望邵寻美能陪着她一起做这件事,或许说她厌倦了三人形的生活,想要将邵寻美从破旧的婚姻里解救出来。 她提出的意见大胆直接,可邵寻美却一口拒绝了,她虽有些好色,但是绝对是有底线原则的,不可能抛弃妻子儿女,跟着一个杨小三私奔。 无论过去多少年,无论再出现多少个美貌的小三小四,小表姐永远都是邵寻美的小表姐,向美丽虽心里失落,但也强称着笑容和她挥手道别。 七年后,她们在一次宴会上又重逢,彼时向美丽已经找到完全属于她一个人的丈夫。 有趣的是,这位新丈夫知道妻子和邵寻美的往事后,竟调侃地说道, 邵先生,你这位太太我已经代为保管了好几年,现在我应当奉还了。 邵寻美看了一眼向美丽,笑着说,我还没有安排好,请您继续保管下去吧。 这是一场试探,但邵寻美的答案已经很明显了。 向美丽愣了愣,突然笑得花枝乱颤,一如当年那样风情撩人,只不过眼角划过的几滴泪珠,不知是在哀叹谁的爱情。 宴席过后,邵寻美回到了家中,万花丛种过。 她心里惦念的只有家中的小表姐。 只可惜,她的小表姐却不想当独一,而是想做唯一。 经过向美丽一事后,她不愿再和任何人分享自己的丈夫。 她爱一个诗人,但绝不喜欢一个风流的诗人。 她可以忍受她的一次出轨,忍受她的毒瘾发作挥霍钱财,忍受她吸食大烟云吞雾绕。 可是这一切的容忍,都在发现丈夫再次出轨之后,彻底爆发。 更让盛佩玉无法接受的是,邵寻美这次出轨的对象,竟然是家中的女佣人。 整天忙里忙外的盛佩玉,直到那个女佣人肚子大了起来, 才恍然发觉丈夫竟然在她眼皮子底下这般胆大妄为。 这一次,她不再理会众人的劝慰,而是带着孩子远上南京, 和邵寻美隔着千里的距离。 她这辈子,都不愿再见她,原谅她了。 一颗真心不能一次次被人踩在脚底下作茧。 那是心,会疼的。 只可惜,她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誓言。 她是一个心软的女人,纵然此生不愿原谅邵寻美。 但在听说她日子过得落魄结局之时, 还是会偷偷救济。 那每月寄去的三十元,那时而寄去的干净衣物。 那若有若无的打听,都背叛了自己的心狠和无情。 生前最后一次见她,是在上海的一辆公交车上。 她几乎认不出邵寻美来,落魄得像是一个乞丐。 头发打结,身形勾搂。 哪里还有曾经护上贵公子的风姿? 她从包里拿出两个肉包子。 邵寻美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。 看得盛佩玉忍不住红了眼睛。 她突然想起很多年前,在廊下偷拍自己的小表弟。 从脸颊到脖子都染上了胭脂色。 低着头闷声喊了一句小表姐。 邵寻美流着悔恨的泪水看着她。 盛佩玉终究是心软了。 纵然夫妻情分磨灭。 但是她和邵寻美也是有着几十年情谊的亲人。 1968年,邵寻美吞鸦片自杀。 那个陪她受苦讨生活的女佣人。 回到家里才发现她僵硬的尸体。 女佣人联系盛佩玉来料理她的后事。 盛佩玉连夜赶着火车过来。 见她衣服脏污。 脚上甚至没有一双鞋子。 曾经试探风流的邵寻美。 风靡户上的贵公子。 走前连一身体面的衣服都没有。 盛佩玉叹了口气。 给她买了一双两元的布鞋。 安葬的那天,来人寥寥无几。 盛佩玉烧着纸钱。 思绪飘到了很多年前祖父盛宣怀下葬时的场景。 当时盛家还没有败落。 盛家的子女都体体面面。 邵寻美还是一个粉拙玉雕的少年。 漂亮得不像话。 她和小姐妹偷偷笑说着。 这个少年郎长得真好看。 以后她的夫人该多头疼呀。 一晃,这么多年过去了。 她从美少年变成了一泡黄土。 她从娇少女变成了沟楼老玉。 岁月啊,何曾会饶过谁。 她看着烧掉的灰烬。 嘴里喃喃地说。 小表姐来送你了。 小表姐来送你了。